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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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小朋友不一定哭哭嗦嗦 又長又沉 有時候一句簡單精精的格言 放入腦部 效果可能更深刻 媽媽,成績表 你這個臭小子 這個時候, 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 用一句例子的格言, 代替即將爆發的負能量 小朋友, 一次失敗不要緊, 記住這句格言 失敗乃成功之母 什麼乃? 即是說, 失敗是成功的媽媽 明白了嗎? 那失敗的爸爸是誰? 努力, 一定要加上努力 那成功的表姐呢? 成功的表姐? 不就是驕傲 那失敗是不是驕傲的姑奶奶? 也是 那表姐夫呢? 智慧就是成功的表姐夫 有幾多個子女啊?表姐和表姐夫他們 有三個 折劍啦 堅定啦 還有孝兒 嘩, 沙這麼多? 哦, 不是 堅定和孝兒是契仔來的 那誰是契哥? 你問這麼多做什麼? 沒有, 搞清楚一點 那即是, 失敗的契表是QO嗎? 是啊 原來真的這樣 那智慧的舊宋公呢? 是很煩啊 那… 不要這樣了 你跟我說一次 今天學會的格言是什麼呢? 今天的格言呢 乃是… 失敗和努力呢 就生了 成功 成功的表姐乃是驕傲 他跟哪個智慧呢 就生了兒子 折劍 所以折劍就乃是失敗的表扣 成功呢 就乃是折劍的表扣 不過失敗還有兩個契弟 堅定和孝兒 他們不是智慧親生 不過都可以算是努力的表兒生 至於誰是契哥呢? 暫時就未知 不過很肯定 堅定、孝兒和孝兒 就不是超生 所以好煩呢 就乃是… 多謝格言 蜜太教了一間電視台 下雨了,很羞心 這個是蜜豆和孝兒 蜜太的故事 然後笑死 好,又是每天一景句的時候 小朋友記住 一鳥在首勝過百鳥再臨 那二鳥在首呢? 二鳥在首勝過二百鳥再臨 三鳥在首呢? 勝過三百鳥 三鳥在首,你問那麼多做什麼? 看清楚了 總之幾多鳥在首 都比幾多鳥在臨好 一鳥在臨好 你想多少? 我想…我想去小便 每次教你,你都要小便 因為一鳥在首勝過八鳥在臨 應該是在首勝過兩千萬見 好… 對… 還好…